大家好,这里是Jeffrey Tech 去年,三星在2023年三星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One UI 6 这款操作系统为三星手机带来了许多新功能 通常来说,三星One UI会在每年10月的SDC开发者大会上获得更新 但今年由于一系列延误,导致One UI 7没能在第一时间亮相 不过,最近三星又关宣了今年的第二场SDC开发者大会 将于11月21日举行,届时大概率我们就能看到全新One UI 7了 继续,One UI 7将为三星的Android系统带来全新UI外观 是一次重大设计革新,因此开发周期相对较长 日以前,有传门称One UI 7的内部测试视频已经流出 一些即将退出的视觉和功能改进出现端倪 敬意,科技媒体Android Headline发布博文 展示了One UI 7系统的诸多新功能核心特性 话不多说,来看看有哪些新功能 新版图标 三星对One UI 7的原生APP图标进行了重回 加入了更多圆形元素 图标配色也发生了改变 且引入了更多渐变效果 从截图来看,感觉和诺基亚Migo有点相似 有一点点泥雾化风格 智能通知管理 One UI 7新增智能通知管理功能 并且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也变了 和iOS一样分开了 另外,在昔屏状态下 屏幕底部有一块固定区域能显示实时活动 和iOS全天候显示功能类似 增强Sketch to Limit功能 这项功能是随Galaxy C Fold 6和Galaxy Z Flip 6手机一同推出的 在One UI 7中将会更新更多功能选项 支持生成3D卡通、素描、水彩等多种风格的图像 增强照片功能 One UI 7还将增强多项照片处理功能 可以通过AIV照片添加深度效果 重新设计效果 也能将手绘素描转化为更加真实的图像 增强家长控制 在One UI 7中 家长可以设定孩子能够访问的应用和网站 并可实时查看他们的位置信息 新增Energy Score功能 三星在One UI 7中引入了Energy Score能量评分功能 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并提供健康小贴士 结合此前爆料 One UI 7还有一项重大改进时增强了跨设备能力 可以将手机上正在进行的语音或视频通话 无缝流传到Galaxy Type平板上 且在所有Galaxy设备上 都可共享摄像头和存储空间 此外 三星在One UI 7中还优化了相机界面 将所有常用的功能开关和切换按钮都移到了界面底部 整体部局和iOS相机界面比较接近 还有一些细节调整 状态栏左侧要玩可控更多APP 新增5G短信消息 采用横向要满 电池图标 新增打断动画 桌面新增大门建架 支持各种尺寸的桌面小组件 增加更多锁屏小组件 如果One UI 7能在11月21日亮相 那么年底前应该就能开启Beta测试 正式版降随三星Galaxy S25系列新机手法 伴随着高通笑容峰会的结束 三星Galaxy S25系列手机的爆料也陆续出现了 敬意 屏幕供应链人士分享了这款新机的颜色和部分配置参数 按照消息源的说法 三星Galaxy S25提供5叶蓝 银灰 闪亮蓝 鲜绿4款配色可选 S25加提供5叶黑 玉叶蓝 银灰 闪亮蓝 鲜绿5款配色可选 S25 Ultra提供黑色 蓝色 灰色和印色4款配色可选 从此次曝光的S25系列配色来看 蓝色和绿色预计为常规配色 而在Galaxy S24系列中 这两种颜色机型仅仅支持线上购买 同时 该消息源脱露三星Galaxy S25配备6.16英寸屏幕 Plus版为6.66英寸 Ultra版为6.86英寸 为了平衡骁龙8至尊版芯片带来的成本影响 Galaxy S25系列手机将应用S24系列M13面板 既了解 骁龙8至尊版采用全新RNCPU 包括两个超级内核和6个性能内核 单核性能提升40% 多核性能提升42% 并实现40%功耗降低 从目前的爆料分析 后续骁龙8系新机价格都会做出调整 实际售价以官方公布信息为准 结合三星Galaxy S25 Ultra手机的渲染图片来看 五个圆形切口的后置戴口 不举可能暗示了一个多镜头配置 预计将带来三星最新的传感器技术 此外 这款新机依旧支持S片手写笔 根据博主ATI宾宇宙自现分享的三星Galaxy S25 Ultra 多张实拍图片来看 新机去掉了屏幕外部的金属边框设计 二角变得更加圆润 中框预计会被收窄 有望带来不错的持握手感 正面将采用对称极窄边框设计 正面搭载一块居中抹孔显示屏 内置一颗自拍镜头 屏幕顶部还有一个听筒扬声器 机身右侧为电源键和音量调节键 目前有消息称三星Galaxy S25 Ultra主要是对超广角镜头进行了升级 其将配备200MP的H2主摄 50MP ISO CLGN3超广角 10MP IMX G543倍长焦 以及50MP IMX5845倍长焦镜头 机体规格方面 三星Galaxy S25 Ultra机身尺寸为 162.8x2x77.65x8.25mm 相较于S24 Ultra的162.3x79x8.6mm机身尺寸 新机略高 略窄且更薄 最新的3C认证数据库信息显示 三星Galaxy S25系列的三款机型中 目前只有Ultra版本支持卫星通信 标准版和Plus版依然不支持 续航方面 爆料称三星Galaxy S25内置4000毫安时电池 支持25瓦快充 Galaxy S25加内置4900毫安时电池 支持45瓦快充 Galaxy S25 Ultra内置5000毫安时电池 支持45瓦快充 虽然对比当前手机市场普遍采用的大电池方案 三星在续航方面略显保守 不过此前有消息称 三星Galaxy S25系列手机中 有望引入一项名为电池AI的新功能 旨在将手机续航力提升10% 基于此项功能的加入 新机的实际续航表现究竟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此外 有业内人士透露 三星Galaxy S25 Ultra可能会有12GB加256GB 16GB加512GB 以及16GB加1TB三种存储组合 而Galaxy S25和Galaxy S25 Plus 可能会提供12GB加256GB 和12GB加512GB两种存储组合 相关推测认为 此次三星星期提高内存 预计是为了带来更好的Galaxy AI操控体验 除了Galaxy常规S系列外 接着还有传言称Galaxy系列 还将增加一款超宝版本 据韩媒AT News报道 三星公司正在研究一款超宝版本的 Galaxy S25 Slim手机 以与苹果公司传闻中的 iPhone 17 Air超宝手机竞争 该机有望于明年第二季度发布 据称产量有限 三星将根据这款手机的销售情况 决定是否开发后续版本 作为比较 苹果传闻的iPhone 17 Air手机 据称将配备6.6英寸120Hz Promotion屏幕 采用焕然一新的设计 配备24MP前置摄像头 移入更小的灵动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觉得Galaxy S25系列 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你还希望三星One UI7 加入哪些变化呢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